第十六章 保羅簡選提摩泰 保羅來到特比,又到路斯德。 在那裡有一個門徒,名叫提摩泰, 是信主之猶太婦人的兒子。 他父親卻是欺利利人。 路斯德和以歌念的弟兄都稱讚他。 保羅要帶他同去, 只因那些地方的猶太人, 都知道他父親是欺利利人, 就給他行了各禮。 他們經過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 和長老所定的條規交給門徒遵守。 於是,眾教會信心越法堅固, 人數天天加增。 保羅見異仗,往馬其頓去。 聖靈既然禁止他們在亞西亞港道, 他們就經過弗里加, 加拉泰一大地方, 到了美西亞的邊界。 他們想要往彼推離去。 耶穌的靈卻不許。 他們就越過美西亞, 下到特羅亞去。 在夜間,有異仗現與保羅, 有一個馬其頓人, 站著求他說, 請你過到馬其頓來幫助我們。 保羅既看見這異仗, 我們隨即想要往馬其頓去。 以為上帝照我們全福音給那女的人聽。 女底雅信主, 令世。 於是,從特羅亞開船, 一直行到薩摩特拉。 第二天,到了尼亞波利, 從那女來到肥立比, 就是馬其頓這一方的頭一個城, 也是羅馬的駐房城。 我們在這城裡駐了幾天。 當安息日, 我們出城門, 到了河邊。 知道那女有一個討告的地方, 我們就坐下, 對那聚會的婦女講道。 有一個賣紫色布匹的婦人, 名叫女底雅, 是推雅推那城的人。 素來敬拜上帝。 她聽見了, 主就開道她的心。 叫她留心聽保羅所講的話。 她和她一家既領了世, 便求我們說, 你們若以為我是真信主的, 請到我家裡來住, 於是強留我們。 寶羅逐出無鬼。 寶羅逐出無鬼。 後來, 我們往那討告的地方去。 有一個屎女仍著面來, 她被無鬼所附, 用法術, 叫她主人們大得才利。 她跟隨寶羅和我們, 哭著說, 這些人是至高上帝的僕人, 對你們傳說救人的道。 她一年多日, 這樣哭叫。 寶羅就心中厭煩, 轉身對那鬼說, 我奉耶穌基督的名, 吩咐你從她身上出來。 哪鬼當時就出來了。 寶羅、 世拉被打下監。 市女的主人們, 見得利的子望沒有了。 便周住寶羅和世拉, 拉她們到史上去見首領, 又帶到官長面前說, 這些人原是猶太人, 竟騷擾我們的城, 傳我們羅馬人所不可受, 不可行的規矩。 眾人就一同起來攻擊他們。 官長吩咐剝了他們的衣裳, 用棍打, 打了許多棍。 便將他們下在監裏, 祝父禁出嚴謹看守。 禁出領了這樣的命, 便將他們下在內監裏, 兩腳上了木狗。 夜半地震, 監門全開。 約在半夜, 寶羅和世拉, 討告唱詩, 讚美上帝, 中囚犯也則以疑聽。 忽然地大震動, 甚至監牢的地基都搖動了。 監門立刻傳開。 中囚犯的鎖鏈也都鬆開了。 禁出一醒, 看見監門傳開。 以為囚犯已經逃走, 就拔刀要自殺。 寶羅大聲呼叫說, 不要傷害自己, 我們都在這裏。 禁出叫人拿登來, 就跳進去, 戰戰驚驚的。 苦伏在寶羅西拉面前, 又領他們出來, 說, 二位先生, 我當怎樣行才可以得救? 禁出全家信主。 他們說, 當信主耶穌,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他們就把主的道 講給他和他全家的人聽。 當夜, 就在那時候, 禁出把他們帶去, 洗他們的傷。 他和屬服他的人, 立時都受了洗。 於是, 禁出領他們上自己家裡去, 給他們擺上飯。 他和全家, 因為信了上帝, 都肯喜樂。 官長勸二人出監。 到了天亮, 官長打法差役來說, 釋放那兩個人吧, 禁出就把這話告訴寶羅說。 官長打法人來, 叫釋放你們, 如今可以出監, 平平安安的去吧。 保羅卻說, 我們是羅馬人, 並沒有定罪。 他們就在眾人面前打了我們, 又把我們下載監侶, 現在要私下領我們出去嗎? 這事不行的, 叫他們自己來領我們出去吧。 警察把這話回稟官長。 官長聽見他們是羅馬人, 就害怕了。 於是來勸他們, 領他們出來, 請他們離開那城。 二人出了監。 王女抵雅家女去, 見了弟兄們, 勸慰他們一番, 就走了。 王女抵雅家女去, 安靜, 有 王女抵雅家女高山大園,